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这个工作室叫做一度设计 其实我们大家跟走在一起应该都是因为有共同的梦想 其一呢就是我们确实特别特别的爱服饰 希望是通过服饰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些对生活的态度 对生活的追求和对生活方式的一些诠释 为什么要做原创呢 原创是更加具有灵魂的思想的 它能够承载我们的一些想法和梦想 乞讨它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工艺的 因为它这个灵的手工特别包裹成盘扣 还有东方美学 希望把传统工艺更好的传承下去 能够帮到我们身边的女性朋友 打造我们的最外面的宴 小西会在用它90后的思想来演示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手工艺 在那儿美学 让大家看到是跟时代是结合的 而我会从搭配的角度当中 我穿旗帽可以穿球鞋 就是穿一件很古老的那种盘扣的衣服 可以穿牛仔扣 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种 跟现代生活相关的 不脱离于生活的一种状态 我妈是个裁缝 所以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个 实际上选择服装这个行业 最后还是我自己挺喜欢的 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怎么样去活 只有你一个人所说的算 都是完成自我价值 没有说大家眼中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从手工来讲 我们可能会更加留住的是这种记忆和情怀 以及温度 比如说在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可能去织毛衣给自己的孩子 那么这个织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在织一点毛衣 可能更多的是把这种情感的寄托 把这种啊 全部缝进了这件衣服里面 其实从穿着的角度 它是一种舒适度 它是机器没有办法去代替的一个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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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去拥有一件手工的东西 你穿完之后 你就会享受落于下一件 用我们的年龄 用我们感知到的东西 看到的东西 去感受身边的人 就是我们想用中国的载体 去表达现在都学的生活方式